好 这个地方是工作室设计的 正好在附近 所以带你来参观学习一下 谢谢老板 顾总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您今天是来滑雪的吗 有什么需要就直说 我都给您安排好 不用麻烦了 我就带助理来参观一下 没问题 那我帮你们拿两套大衣吧 这里面还挺冷的 好 谢谢 谢谢 一会儿要是还有什么其他需要 随时跟我说就好 谢谢 那我先忙了 哇 城堡好漂亮 老板 哇 太好看了吧 老板 帮我拍两个照片 你拍两张吗 老板 老板 你看我有没有一种灰姑娘 去城堡参加舞会的感觉 给我拍高一点 把手机放低一点 然后把那几个字帮我避开哦 白好姿势了吗 白好了 白好了 来 我放开 我放开 好看啊 好啊 再来两张光 老板 我是让你来参观学习的 不是来玩的 走吧 老板 老板 等等我吗 老板 老板 你知道运气守恒吗 不知道 就是说如果你运气一直很好 那倒霉的就该来了 相反 如果你运气一直不好 那么就会脾气太来 那你现在处于哪个阶段 遇到你之后 我之前攒了那么久的美运 终于翻身了 我有这么大的能力啊 当然啊 是你给了我一份这么好的工作 还给我学习的机会 我的好运气 好像都是从遇到你之后才开始的 我可以理解为现在你在变相的拍马屁 我这是发自肺腑的感恩啊 成功和运气啊 都是要靠努力换来的 你不用把功劳都给我 其实你在设计上啊 感悟能力很强 也很有天赋 只不过之前缺乏了一些机会和学习 老板 你放心 我一定会加倍努力的 谢谢老板 走 我们去前面看看吧 好